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之所以往飞机发动机上面抛洒硬币 是因为自己认为这样的行为是在祈福 可以保自己的平安 却没想到会给自己和整个飞机上的乘客 带来如此大的安全隐患 但是好在当时的乘务长在旅客登机的过程当中 偶然之间听见了有东西掉落在地面的声音 于是别人立马警觉了起来 开始寻找声音的来源 直到乘务长走到门口的时候才发现 即将起飞的飞机机上居然有几枚金属 形状看起来很像硬币 走近一看发现真的是硬币 于是乘务长便在第一时间叫停了飞机起飞的工作 并且及时叫来了机场的工作人员 将飞机机翼上的硬币 以及周围能肉眼看见的硬币全都捡了出来 通过调取监控 工作人员很快就锁定了陈大妈这个罪魁祸首 在监控视频当中可以看出 陈大妈故意将这些硬币抛洒向飞机的发动机的 于是工作人员便找来了陈大妈 想要问陈大妈抛洒这些硬币的原因 另一边工作人员也只能叫停了这架飞往泰国的飞机 当飞机上已经登机的乘客得知飞机暂停起飞的消息之后 一时间都颇有微词 而等乘务长说明了具体情况和停飞的原因 本就有些情绪的旅客们更加生气了 叫嚣着希望投币者尽快站出来承认自己的错误 而陈大妈也没想隐瞒便主动站了出来